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7月4日星期一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哪些汽车资讯吧 日前有外媒捕获到一组奥迪新一代Q5的测试叠照 新车装配了矩阵式全LED大灯 其六边形大嘴式前颗扇也更加具有棱角 尾部视觉效果更加宽大 全LED尾灯组造型相比现款车型犀利很多 而后保险缸设计则犹如缩小版的奥迪Q7 据悉新车在动力方面将搭载排量在1.8升到3.0升之间的多款汽油和柴油发动机 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7速双离合和8速Tiptronic变速箱 海外媒体还曝光了丰田全新一代凯美瑞的陆式叠照 本次曝光的是该车系的美版车型 虽然覆盖着厚重的伪装 但依然能够发现新车基本延续了现款美版车型较为运动的车身线条 同时叠照中突出的前经济格栅将采用丰田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动力方面新车将有望搭载一台2.0T发动机 同时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还将采用更加经济的阿特金森循环结构 以及新的CVT变速箱 吉利旗下新车型金刚CROSS的实测日前正式亮相 新车可以看作是新款金刚的跨界风格版本 全新的进气格栅配合熏黑单条幅设计 加上16英寸双色密条弧轮圈 进一步突出了其年轻跨界的主打风格 内饰风格则与金刚保持一致 采用红黑双色搭配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1.5升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102马力 传动方面匹配的将是5速手动和4速自动变速箱 据悉新车将于7月6日正式上市 近日有消息称 沃尔沃正计划推出继任P1800的轿跑车型 沃尔沃C90 该车采用混动系统 具备600马力动力以及众多高科技配值 长度近4.5米并将采用碳纤维车身 新车预计售价10万欧元以上 并于2017年年末推向市场 日前海外媒体再次曝光了一组宝马Z5的陆式叠照 新车将由宝马与丰田共享平台打造 从叠照来看 测试车的车头修长拥有宽大的前进气格栅 此外新车还有望采用软顶敞篷结构 以取代现款的硬顶可折叠敞篷设计 据悉这款车预计会搭载一套混动系统 并配备四驱模式 而此前传闻中提到的M性能版本将不会出现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咯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微角获取更多的内容 汽车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